两个佛波洛隐藏在广告牌下查违法超速 一辆蓝色卡车朝这边驶来 老头满心期待地调整好仪器 卡车呼啸而过 小伙定睛一看 时速97 并没有超过100线索 瞬间有点失落 可老头并不这样认为 小伙心领神会 一脸坏笑地朝卡车追去 司机丧彪注意到了跟随而来的警车 知道他们来者不善 于是缓缓掏出40米的杀猪刀 很配合地靠边停车 面对迎面走来的佛波洛 丧彪放低姿态 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丧彪觉得他们是故意找事 转身准备离开 然而佛波洛却咄咄咄逼人 丧彪一再确认 是否真的要开罚单 老头拿过他的驾照 随后便强行开了一张 丧彪觉得自己很无辜 明明自己没超速 可佛波洛却不管这么多 直接把罚单递离他 然后一脚由门扬茶而去 看着远去的佛波洛 丧彪顿时怒火中烧 准备用车上的芭蕾特教他们做人 此时的佛波洛还在谈笑风声 言语中满是嘲笑 殊不知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 突然 小伙当场暴毙 警车瞬间失控 掉下了万丈深渊 丧彪不紧不慢地提着汽油走了过来 然后交在车身 老头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威风 眼神中满是恐惧 丧彪把罚单还给了他 弹指一挥尖 车辆瞬间燃起熊熊大火 丧彪潇洒离开 佛波洛到死都不知道 他们会因为一张罚单而送命 然而更可怕的是 丧彪其实是个十足的杀人魔 很快 他又盯上了一对徒步的小情侣 小两口在野外寻求刺激 正准备做点什么 男人突然听到了什么声音 原来是一辆卡车正朝这边使来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连环杀人魔丧彪 他指责这对情侣不应该在这里录营 并且表示可以送他们去镇上的旅馆 小伙警惕性很强 这荒娇也领了 他觉得这个男人很危险 于是一边解释 一边示意女人报警 女人心领神会 可就在他准备报警的时候 丧彪突然面露凶光 一把将小伙拉到汽车旁 掏出尖刀 捅穿了小伙的腰子 看着男友倒地 女人尖叫着跑了出去 不料却被丧彪一把薅住头发 关键时刻 身负重伤的男友站了起来 一棍子打倒了丧彪 然而并没有对他造成伤害 丧彪瞬间起身 三拳两脚 便再次将小伙制服 随后当着女人的面 直接抹掉了男友的脖子 看着男友惨死在自己的眼前 女人被吓得傻在原地 丧彪掐住他的脖子 他不打算就这样杀了女人 而是要慢慢折磨他 不知过了多久 女人从昏迷中醒来 再次看到了毛骨悚男的一幕 他看见男友的尸体 被丧彪大卸八块 女人也顾不上伤心 他只想快速逃离这里 趁着丧彪不注意 他缓缓地向后挪动 生怕惊动眼前这个恶魔 好在最后成功逃脱 丧彪后知后觉 但他一点都不慌 开着卡车便追了过去 凭着对地形的熟悉 他很快就找到了女人 不过女人很聪明 他赶紧跑进了树林 甩开丧彪 成功来到公路上 此时刚好有一辆木马人经过 车主很好心 他救了这个陌生的女人 殊不知就是因为这个决定 让他害了自己 还没来得及问怎么回事 丧彪就开着卡车杀倒 木马人竟然跑不过 拉猪肉的卡车 两辆车并驾崎岖 男人猛打方向 将卡车逼停 但自己也差点撞在树上 眼看对方扛着巴雷特 走了出来 男人赶紧弯下腰 可转过身 发现女人被打死了 男人吓得一脚油门 赶紧离开 丧彪又是一枪 好在只是打中了车身 男人就这样一直逃到天亮 他把女人的尸体处理了 然后来到公路 可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 他发现自己迷路了 这时刚好来了一辆车 男人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 可走近一看 他发现这个车主有点眼熟 吓得立马钻进木马人 接着一脚地板油就冲了出去 前方就是一个斜坡 男人很快就把笨重的卡车 甩在身后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轮胎竟然爆 木马人瞬间失控 而此时的丧彪已经追了上来 在安全气囊的保护下 男人捡回一条命 可正当他得意时 一个庞然大物突然飞了下来 逃过一劫的男人朝荒漠中跑去 没过多久就看到一户人家 可刚走到门口 男人就晕倒了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房间 原来是这家人救了他 还给他准备了食物 男人刚准备吃 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他被吓得不知所作 老头叫他不要怕 拿着猎枪威胁丧彪 示意他赶紧离开 本以为把他吓跑了 不料刚进屋 一把猎枪就顶住了后脑勺 两个老人就这样死了 男人见状急忙逃跑 丧彪看着一旁的马 骑着马就追了上来 可两条腿怎么能跑过四条腿 男人很快就被抓住 等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 男人被绑在椅子上 恐怖屠夫要和他玩个小游戏 他会给男人出十道题 每道题对应一根手指 每答错一道 就会砍掉一根 如果最后还剩下五根手指 丧彪就会放他一马 男人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能硬着头皮跟他玩 男人还是有点东西 前面两道题轻松答对 可丧彪却坐不住了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切手指 第三道明明答对了 谁知丧彪不讲五德 还是切掉了他的手指 原因是这个答案他不喜欢 这样下去 男人迟早要被他玩死 于是一边答题 一边寻找机会脱身 第四道题和体育相关 男人没能答对 因此又丢失一根手指 丧彪玩嗨了 准备去拿一些酒 趁着对方转身的间隙 男人拿起一旁的铁锤 重重地砸在丧彪的头上 接着解开锁扣 可就在他准备补刀的时候 丧彪突然起身 眼看不是对手 男人转身就跑 可这里毕竟是丧彪的地盘 到处都是机关陷阱 本来就逃生无望 丧彪还放出了恶犬 眼看气势汹汹的恶犬扑了上来 男人吓得瘫在地上 可就是这个举动 无意中触发了机关 直接扎死了恶犬 但同时也把自己关在了里面 本想躲在一旁 搞个偷袭 可不料被对方识破 男人再一次被抓住 等到他醒来 发现自己衣服被拔光 躺在了大街上 原来丧彪觉得男人是个人才 所以放了他一马 他也是唯一一个 从丧彪手下幸存的人 这是发生在澳洲的真实事件 幸存的男人向当地警方举报 凶手最终被警方抓获 伊万米拉特就是剧中的原型人物 在一个叫狼西的国家公园 他专门对异国他乡的背包客下手 手段极其残忍 没有人知道他具体杀了多少人 仅仅记录在案的就有28起 但事实可能远不止于此 令人震惊的是 如此杀人如麻的恶魔 却只判了终身监禁 在监狱里安逸地度过余生